吴世存,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在一个有关南中国海情况的研讨会上,表达了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进展的悲观态度。 他指出,由于缺乏互信以及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协商上的动力不足,制定该地区规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接着,报告提到了2002年北京和东盟国家签署的宣言,这是一个非约束性文件,旨在确认自我约束在行为的进行上,海上合作的需要,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朝着制定行为准则的最终实现努力。 吴世存认为,国家间缺乏政治互信导致在宣言涵盖的五个主要领域上实现实质性合作的进展停滞。 然后,报告指出,东盟和中国宣布开始单一草案谈判文本的第三轮阅读,但观察员警告说,随着索赔国对这一海事行为准则期望值的巨大差异,前方是一片深水区。 吴世存强调,索赔国家关于准则细节的这些分歧将进一步复杂化讨论。 此外,讨论的中心是文档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它是一个争端解决机制还是危机管理机制,以及其适用的地缘政治范围。 北京可能只希望指南适用于南沙群岛,而像越南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可能希望它扩展到西沙群岛或黄岩岛。 报告还提到,是否将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某些承诺纳入行为准则成为另一个障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行为准则只能是宣言的升级版本,而不是另一套规则。 然而,一些国家对这个想法感到不满,他们可能不同意宣言中的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可能排除了他们将海上争端提交给任何第三方机制的机会。 最后,报告强调,中国声称对争议水域的绝大部分拥有主权, 并且北京已拒绝接受2016年由马尼拉发起的, 使北京的九段线及相关历史权力主张无效的国际仲裁裁决。 国家在是否允许域外国家在南中国海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进行军事演习方面也可能存在分歧。 面对有关行为准则的一系列问题, 吴世存表示,中国和东盟整体以及各成员国在谈判中将存在分歧。 他还注意到,在行为准则完成之前的时间窗口缩短, 导致了该战略水道近期紧张局势的升高。 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最终确定之前, 现在是一些索赔国利用窗口期巩固和扩大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既得利益的最佳时机。 因为一旦达成协议, 他们将不得不为当前可能违反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行为承担政治成本。 吴世存的态度,揭示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复杂性, 特别是在制定一个能被各方接受的行为准则方面。 缺乏互信,对细节的分歧, 以及法律约束力的问题都是谈判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地区内的国家, 还涉及外部国家的利益和干预, 进一步增加了解决争议的复杂度。 首先,互信的缺乏是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 这种不信任不仅源于长期的领土争议, 还反映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战略猜疑。 因此,增强互信,通过对话和合作来构建信任将是任何进一步进展的关键。 然后,索配国之间关于行为准则具体内容的分歧表明, 达成一个所有参与方都能接受的共识,需要时间和耐心。 这些分歧不仅关乎领土主权, 还涉及资源开发、海上安全和法律界限等多个层面。 此外,行为准则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是核心争议点之一。 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档可能会更有效地管理争议和预防冲突, 但同时也需要国家放弃一定程度的主权, 这是很多国家难以接受的。 报告还强调了域外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角色, 尤其是他们在资源开发和军事活动方面的利益。 这一点凸显了南中国海争议不仅是地区内部问题, 还受到全球力量对抗和战略利益的影响。 感谢观看